冬午節前夕台東縣長黃建廷 5月27號下午在人事處處長尤美子等人陪同下 分別探視縣府退休的前農業處自然保育科長蔡和健 前財政處科員黃文英及前文化局客員虎高月美三位家中慰問 製政美人禮金及慰問品 同時也關心他們退休後的生活情況及身體健康心心 並了解對縣政工作上的意見 以及預祝端午節快樂 那個是宣傳 宣傳很要緊 所以有什麼節目的話 宣傳是最困難 我們今天利用下午的時間來探訪一些我們縣府退休的員工 跟他們畫畫家常 那也很高興 聊聊以前在這個縣政府上班時候的一些事情 我們也看到這個像張大哥他退休之後 還繼續擔任社團的志工 那麼在服務這些喜慎的病患的聖友們 所以這樣的精神我們也非常的敬佩 我們有很多很多退休的公務人員 雖然從縣政府退休了 但是在社會上還繼續都扮演很重要的這樣的角色 我們繼續為社會來服務 我們真的很高興 那也要祝我們所有的退休的公交人員 祝所有台東的鄉親東武佳節快樂 另外縣府退休人員對於縣長在推動觀光的政策與方法 以及積極爭取交通建設與地方產業 也都給予高度的肯定 東來縣府 范耀玲 台東市採訪報導